为了吸引纯洁的人潮 台南路尔门天后宫 就特别订做了 银亚跟黄色小鸭的造型气球 可以带你来看一看 虽然它跟本尊差一点 差得有点多啦 但是呢 这个民众还是相当捧场 拿起手机拍个不停 五公尺高的气球 就在庙门口随风飘摇 看起来也是相当逗许 黄色小鸭在水池里头上下飘动 模样实在又够可爱 不过仔细一看 这只小鸭 好像跟正版的霍夫曼小鸭 有些差异 高度相比也爱了许多 但是民众依然相当捧场 差不多吧 还蛮像的 这比较小只 看到的感觉 就是心情很好啊 而在另一头 不只有小鸭 还有现在最夯的圆仔 圆滚滚的身体 可爱兜趣的表情 让不少大人小孩为之疯狂 虽然眼前这个圆仔气球 看起来真的差很多 不过民众还是相当开心 铸创这个 那个熊猫 这个圆仔 这个骰鸭 大家看到这 小鸭 使气 让大家来带大家 小鸭来接受 泰安路尔门天后宫 为了吸引春节人潮 特别定制了黄色小鸭 和圆仔的造型气球 虽然有民众觉得 气球长得很奇怪 不过庙方则是认为 做了像不像是一回事 让民众开心过新年 才是最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 还有 我们下期再见